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et学院,我是Steven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是同样由我来带领和大家一起学习MetwareCatch的下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我们还是老办法再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一些操作 那上节课里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MBC的一些商改查的一些操作 和他的一些常证的一些命令 同样呢,还是希望同学们在那个课后呢,能多加的练习 因为就通过不断的练习,我们才能对这些命令有了有认识 有自己的一个认识 好,那个咱们这节课呢,给大家讲一下MCE的一个内存的一个管理 MCE的一些内存的一个管理 本节课的目的呢,就是讲解一下MCE的内存管理 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内存的一个碎片化 同样呢,还是上节课一样 咱们把这个readhead的一个Linux的一个虚拟机 咱们给它启动起来,变备用 可能呢,这节课可能用的非常的少 因为这节课有一大部分时间,咱们是在讲一些理论 但是不能排除,不用的可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存的碎片化 MCE的内存碎片化 内存的分配机制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内存的碎片化 内存的什么叫做内存的这个碎片化呢 当我们使用这个C语言或者说是其他的语言进行maloc或者free等类似的命令操作的操作内存的时候 这个maloc和free呢,是C语言里边的两个对内存操作的一些命令 maloc就是说句内存,free就是释放内存 我觉得学过C语言或者接触过C语言的同学可能对这两个命令都不是陌生 都不是很陌生 那在他们使用这两个命令的过程中呢 在不断的申请和释放内存的过程中呢 会形成一些很小的一些内存片段 那这些内存片段呢 我们无法继续的利用它 那这种情况下,这种空闲的这个内存碎片 内存呢,我们无法继续利用内存的情况呢 我们就给它称之为这个内存的碎片化 这个就是我们内存碎片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我们在对内存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充分的利用到我们这些内存 那MC呢,是怎样的,是怎样的去管理这些内存呢 管理这个内存的呢 MC呢,使用的是slab-allocate的机制来管理内存 那原理呢,就是将我们这个之前 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参数码 大M的一个参数 就是预告将内存化分成数个这个slab class的一个仓库 那默认是64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先寻找一下 这些起动的参数里边呢 那我们默认是给他的一个 这样吗 March Memories to use for m 行为 这个自己啊 default 重点看一下这个 default 64兆 所以呢 我们如果不给他指定这个 GaM的这个参数的时候 他是默认分配给我们64兆 那他会把这个64兆各个仓库呢 分成各个N个仓库 那各个仓库呢切分成不同的 不同尺寸的小块 trunk 这是慢慢开始官网上的一个 比较经典的一个图 那我们需要存放内容的时候 我们先判断内容的大小 比如说你这个是多少个字节呢 是100个字节还是200个字节 根据这个内容的大小呢 为其选取合理的这个仓库 来进行存放啊 那他 他就要有这个trunk 仓库 小仓库 一块一块了 那 讲到了这个仓库了 讲了这个仓库了以后呢 我们来想一下这个mime catch呢 是如何选择我们 这个合适的这个创作了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对了 那mc呢 会根据收到的这个数据的大小 选择最合适数据大小的创作组 是不是 选择最合适数据大小的创作组 比如说你这个数据的字节 我要存的是100个字节 那这100个字节呢 你哪个最近 122对吧 然后可能就存到这个122这个字节里边 所以呢 mc中呢 会因为mc中呢 会保存着slab class 那空闲的这个trunk的一个列表 就这个列表 那他会根据列表选择空的trunk 然后将数据呢 缓存到其中 这样的话就能将数据合理的进行分配 但是呢 假如 我们说假如 有100个字节的内容要存 那依据我们之前讲的 那100个字节这个数据的大小呢 它是会存到这个122字节这个trunk里边 但是现在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说这个122字节这个trunk的这个仓库呢 已经满了 满了呢 它会是怎样呢 它如果说又来一个100字节的数据 因为这个已经满了 那我这个100字节它会存到哪呢 它是不是会存到144字节这个仓库呢 或者说是还是会选择122字节呢 同学们可以可以先想一下啊 先把这个视频先暂停一下啊 先想一下 它会怎样做 如果如果是让你去设计这个 呃 这个MC的这个内存管理的话 你会怎样去设计啊 你会怎样去设计 好 那MC呢 是它呢 遇到这种情况呢 它并不会寻求更大的 比如说144字节的 刚刚我说的144字节 它不会去存放到这里边 它会怎样呢 它会将122字节的仓库中的数据啊 旧数据进行剔除 然后再加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后续跟大家讲的这个 这个MemberCache的LRU算法 就是最近最小使用的这个算法 啊 它会把122字节的仓库中的旧数据剔除 然后加进来 它会使用这种的 这种的这个这个这个机制啊 不知道是否和你想的一样呢 好 上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MemberCache呢 啊 如何选择合适的Trunk 那再接下来呢 跟大家讲一下啊 固定大小的Trunk带来的这个内存的浪费啊 因为咱们刚刚跟大家讲了 MemberCache只会根据这个Trunk的大小来进行选择 那有没有就是说我存的数据啊 刚刚好就是你这个Trunk的这个大小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呢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为什么呢 那你不可能说每个你存放的数据啊 我那个对应的Trunk都是你这个存放数据的大小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更好了 但是呢 现实情况中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第四个 固定大小的Trunk会带来的这个内存浪费的问题 那因为呢 那Slab Locked的机制中呢 分配的Trunk的大小是固定的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就这个图 88字节 122字节 144字节 184字节 232字节 它都是固定的大小 它都是固定的大小 因此呢 对于特定的Item 可能会造成内存的浪费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将100字节的数据 缓存到这个122字节的这个Trunk中 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图啊 122字节的Trunk中 剩余的这个22个字节 它就浪费了 这个图画得很明显 第100字节存进去 第22个字节 它就浪费了 那对于Trunk空间浪费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无法彻底的解决 到目前的 目前现在的技术来说是 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们呢只能缓解这个问题 这就是要求我们这个 这些开发人员啊 在我们在进行设计这个 启动这个Memor cache的时候 设计这个Memor cache内存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我们要存的数据的大小 来相应的设计相应的 这个Memor cache的这么一些 Memor cache的这么一个内存的一个大小 那同学们可能会问了 这个怎样才能最优化 怎样的设计才能更加最优化的 我们能利用到这个Memor cache的这个内存呢 那这个就带来了一个增长因子的一个问题 增长因子 Grow factor Grow factor 一个问题 Grow factor Grow factor 这个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可以进行指定 来看一下 -F Factor Trunk size Grow factor Grow factor 就是增长因子 默认是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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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咱们的一个默认值 这个就是刚启动的时候 一个默认值 我们看 一个图 还是看这个图 默认的一个启动值 它都会根据1.25 1.25 就是88 比122 122 比88 144 比122 184 比144 232 比184 这个增长因子 大概就是在1.25 左右 但是呢 肯定不会那么的准确 那大概 大概的值 应该是在1.25 的左右 1.25左右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我们在启动这个 MemberCatch的时候 我们根据 我们要存的这个 K的这个大小 要存的这个 建制队的大小 来决定这个 -F 是多少 我们可以指定的 如果不指定的话 就是1.25 我们可以指定的 比如说-2 如果-2的话 那这块 看一下 -2 它可能就不是88 它可能从100开始 第二个就是200 300 啊 就是两倍两倍的 这个增长 往下增长 如果你数据量大的话 如果你存的数据 接近于这个 我们增长因子 所设定的这个 内存的这个 Truck的大小的话 啊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通过 这个-F 来解决这个 固定的这个 Truck的固定大小的Truck 带来内存浪费的 这么一个问题 啊 那这个growth factor呢 这块呢 我只是跟大家 盘砖引誉一下 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比如说你做开发 的时候呢 呃 开发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MemberCatch 对MemberCatch进行 呃 操作的时候呢 啊 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啊 搜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这节课呢 我就跟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MemberCatch的内存 分配的一个机制 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内存的碎片化 管理内存的方法 以及它这个 怎样选择合适的Truck 来进行存储数据啊 以及这个固定的Truck 我们带来的一些 内存的浪费 最后呢 跟大家砲砖引誉一下 这个GrooveFactor 分散因子啊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到那个网上 都找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 看一下 可我作业呢 就是啊 大家在网上呢 也去搜一下 关于这个MemberCatch 内存分配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好 那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咱们下节课